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问鹰 为什么要到高空中教育孩子? 鹰回答 如果我贴着地面教育他们 等他们长大了 哪有勇气去接近太阳? 孩子 这是用实力说话的时代 更是知识当道 学霸当道的时代 别再混日子了 现在加倍努力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的自己 当你累了 别放弃 读读老师这九句话 凡是让你爽的东西 日后也一定会让你痛苦 玩手机 是毁掉成绩最快的方式 今天偷的懒 都将成为日后最深的遗憾 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只有日积月累的坚持 难道你想做一个不学无术的女孩 天天流落街头 还学别人抽烟? 难道你想做一个无所事事的男孩 不仅抽烟猜拳喝酒 甚至跟别人打架? 未来还很远 别把那些本该用来努力的时间 都花在无聊的事情上 那些让你爽的东西 日后总会让你痛苦 那些让你快乐的日子 才是最好走的不归路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不要在最好的年纪浪费生命 人生最可怕的是 一生碌碌无为 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 学习不可能轻松 但学习最靠近成功 董卿说过 不读书 换来的是一生的卑微和底层 人生在不同阶段就有不同使命 对于孩子来说 学习就是现在最重要的责任 哪怕学习辛苦 但不学习 就要补偿无知的代价 读书 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最大转机 教育从来不是快乐的 但能够坐在宽敞的教室里学习 接受老师和学校的教导 已经是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可求的幸运 童年只有一次 教育无法重来 请别浪费宝贵的学习机会 你应该心怀敬畏 行有所指 古语有云 凡善怕者 心身有所正 言有所规 揪有所指 偶有语举 安不出大阁 孩子 你必须心存敬畏 尊师重道 并且时刻提醒自己勤勉努力 要敬畏课堂 因为课堂是给予知识的地方 要敬畏知识 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未来 要敬畏未来 未来的模样就藏在今天的努力中 长大之后没有儿戏 校园之外没有温室 社会不会同情一无是处的孩子 比成绩重要一百倍的 是心怀敬畏 行有所指 做一个得体的人 一个不阅读的孩子 就是潜在的差生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一个不阅读的孩子 就是学习上潜在的差生 阅读能力 相当于智力 读得书多了 孩子掌握了更多知识 不仅接受能力比同龄人强 甚至比同龄人更加聪明 如今 语文考试的文字量和题量都大大增多 再不好好阅读 也许连试卷都做不完 书籍是进步的阶梯 多读书 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读 你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 都会溶进你的骨血里 一句话 朗朗读书生 就是孩子的朗朗乾坤 你读书虽苦 但父母更不易 孩子 别抱怨读书太苦太累 可读书再苦 也比不上父母为你扛的苦 在你读书的时候 父母替你操心了所有事情 不辞劳苦 就为了让你安心上学 等你长大了 你的前途是你自己的 做父母的不求回报 这么多年来 他们替你扛住了生活中的心酸 痛苦 疾病 贫穷 哪怕最终什么也没得到 也无怨无悔 因为这是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爱与责任 没有伞的孩子 更要学会努力奔跑 父母能为孩子做的其实很少 人生要靠孩子自己去闯 管你最严的老师 其实爱你最深 教育没有两全其美 老师不可能一边指望孩子成才 一边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让步 你退步了 老师比谁都着急 严格要求你端正学习态度 你犯错了 老师比谁都痛心 批评是为了让你改正错误 严厉是成才的展望 批评是真诚的爱护 老师其实很爱你 欲不拙 不成器 老师深信每个孩子都是仆欲 只有经过精雕细琢 才会化腐朽为神奇 成为一块美欲 哪个老师不是一边骂学生朽目不可雕也 一边百雕不厌 这是为人师者的深情 有远见的老师都带点绝情 爱孩子的父母都舍得狠心 父母和老师都是爱孩子的 没有哪个父母舍得让你吃苦 也没有哪个老师愿意批评学生 可如果现在不狠心逼你学会七十二遍 将来又有谁给你挡八十一难 世上最遗憾的四个字 莫过于我本可以 有远见的老师都知道 只有狠心地管 孩子才能真正成器 有远见的父母都明白 现在逼迫孩子 将来才不会留遗憾 花盆里长不出参天松 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 所谓逼迫 不过是另一形式的帮助 教育的根本目的 是让孩子成为更优秀的人 有能力肩负起未来的人生 害怕失败 比失败本身更可怕 发明家艾迪生说过 失败也是我需要的 它和成功一样有价值 孩子 不要害怕失败 和成功相比 失败是一种更深刻的教育 它让你找到自己的不足 吸取教训 扬长弊短 下一次做得更好 它让你明白坚持不懈的道理 经过魔力的灵魂 会更加坚强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总是失败的次数多 成功的时候少 如果我们轻易被打败 早早放弃 那有什么资格谈未来 失败离成功很近 所以请勇敢一些 不要害怕失败 更不要输不起 没有完美的老师 也没有完美的学生 我们一起成长 今无赤足 人无完人 学生在进步 老师也在成长 我们始终走在 共同进步的路上 最好的师生关系 应该是一起成长 相互成就 有时候老师可能过于严厉 对学生要求过高 让学生误以为 老师是个坏人 但请相信 老师未必完美 但为孩子着想 盼孩子变好的心 一定是最真诚的 每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背后总有父母和老师 奋力脱去 好了 今晚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不要忘了在下方点赞哦 我是云湾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